很多男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帅气的发型,前一个蓝队战路你也不例外,他的头发继续变得又细又薄,尽管他已经进行了多次头发移植,但是效果并不明显,现效力于BC联盟的鲁尼在2011年夏天解决了他的脱发病症, 以浓密的头发造型回到新赛季,在那一年他终于脱离了光头党的队列,但是,鲁尼的这种病症,一直在反复的复发,他本人也仍然在苦苦挣扎,这位32岁的英格拉前队长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多次头发移植手术,可总是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,肌肉变成秃子,其实现如今时代的许多男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, 都在为自己的形象破费心思,作为公众人物的鲁尼更加不例外,根据媒体的说法,鲁尼是年花了大约5万英镑来修理他的头发,每次花费5000英镑,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普通的价格, 但对于像他这样的顶级足球运动员来说,他肯定可以负担得起,只不过令人沮丧的是,他可能不得不在他的余生中继续为他心爱的头发花费更多钱 请不吝点赞订阅